受到疫情波及 新竹這家精品旅館 在9月時曾向民眾宣告 即將在月中結束營業 當時消息一出 就受到許多民眾的關注 粉絲們也紛紛大探可惜 所幸最後在積極溝通後 地主願意降價續租 讓業者繼續經營 那這一陣子 那也造成各位顧特 很多的一個困擾 那因為我們原本預定 在9月17日的時候 確定已經結束營業 但是後續我們這邊跟地主 有達成了一個協議 那也承蒙地主對我們的照顧 那我們在整個租金的部分 都有降低 那也維持了整個新竹館員工 以及家庭的生計 所以我們新竹館 後續也確定繼續營業 那重新出發 旅館2007年時在新竹開幕 共設有72間客房 17種主題房間 提供優質的住宿 以及休息服務 館內最大的房間更高達40坪 內附多項休閒設施 不僅是許多夫妻及情侶 增進感情的地方 也成為許多民眾 慶生聚會的首選 那在我後面這一間的主題是 巴黎Villa 比較屬於休閒式的風格 那坪數大概有40坪左右 非常適合做Party 那以及生日慶生的這個活動 那另外在我們客房裡面 也有獨立的烤箱 以及蒸汽式的設備 是非常的一個享受 在客房的飲食部分 我們有提供了一個 陰陽所的取餐櫃 那我們在送餐的時候 不會直接面對到客人 那客人也可以自己從房間 裡面自行取餐 不只房間吸引人 館內餐點也讓許多 逃客讚不絕口 除了有奢華享受的牛排 店內熱賣13年的牛肉麵 更是必點 所有餐點都經由大廚 精心製作不使用調理包 要讓顧客吃得健康又安心 我們使用薩朗牛排 它肉質非常的軟嫩 有花分布均勻 另外再搭配主廚特製的蘑菇 醬汁讓你吃下去 每一口都覺得幸福洋溢 牛肉麵也是我們 維哥的招牌 主廚使用自己特製的秘密乳包 精心熬煮數十個小時 研發出來的紅燒湯頭 搭配軟嫩的牛肉 以及Q彈的麵條 這個口感絕對不輸外面賣的 牛肉麵 站穩腳步重新出發 旅館業者感謝所有粉絲的 支持與厚愛 也祭出感恩回饋價 從今日起到12月20號為止 不分平假日 民眾都可以享有住宿七折 休息八折 以及餐點五折的優惠 凱破新竹林彥斌 簡舒淇 採訪報導 都可以享受 雕客 三折 雕客